嗨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嘉玲 大家好 寒流来袭 台湾入冬后的第一波寒流 2020年12月30日凌晨来袭 台澎金马各地的气温溜滑梯 台湾各地温度预测都在摄氏10度以下 虽说跨年假期后温度会逐渐回升 但仍只有摄氏16、17度左右 台中慈济医院直出 冬至过后代表严冬来临 可以预见冷气团将一波波的来袭 持续到2021年1月底大寒过后才会缓解 台湾冠状病毒之父 中央研究院病毒权威赖明赵院士说 北半球秋冬后新冠变种病毒大反扑 再染传染热潮 且新冠变种病毒没影响的那么简单 新冠变种病毒可能演化成慢性病毒 永久留在人类的体内 台湾各地纷纷取消现场跨年的活动 此时必须要为自己与家人拟定良好的保暖策略 维持身体气血的畅通 提高免疫力 才能在面对凛冽严寒的气候 远离新冠变种病毒的入侵 记者邹志中报导 我们可以为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中药材我们可以准备就是大家都常见的 干姜、艾叶、红花还有桂枝 还有家里很常用的厨房就有的生姜 那我们就可以简单来制作一个竹浴包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轻松的来泡脚了 在暖暖的冬天 让全身就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艾叶其实它有的功效就是所谓的温精散寒 然后还可以在现代药理研究里面 它有一个抗菌杀菌的作用 那这个接着我们是不是还用到了像桂枝 那桂枝其实它也是一个发散风寒 然后可以止痛的一个效果 那可以提升阳气可以有一个助氧的作用 那我们接着是不是还用到了干姜 那干姜这一个东西很像刚刚的艾叶 它有那个温中散寒 那干姜也是一个发散风寒 温散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用药 那我们配上了生姜嘛 那生姜也是在药理作用里面 它也是有一个像抗菌啊 或者是散寒的一个功效 那红花咧红花大家就常见啦 红花可以活血通路 对让我们整个血液循环 然后变得气血比较顺 嗯 那使用上有什么要注意的 这个使用上大家要注意一下 像比如说现在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然后有慢性疾病的 然后还有糖药病的 对然后还有小朋友 我们不建议小朋友泡 那还有心血管疾病 跟那个脑出血 或是中风的一些后遗症的 这个我们要请教医生 然后由医生来指示说 是不是适合他们使用 大家把刚刚DIY的材料都弄好了 弄成这个所谓的药玉包之后呢 那我们就加水 大概1500cc到2000cc的水 然后下去煮 大约煮滚之后呢 水滚之后我们大概煮15到20分钟 让整个药液能充分发挥出来 这时候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到生姜 生姜记得一个巴掌大 我们把它拍碎 跟药材一起同步一起煮 好煮完之后 我们接着拿泡脚的一个容器 我们希望能莫过就是 大概到小腿肚的那个高度 大约泡多久 这个就是大家很注意的一个时间了 我们大约泡15到20分钟 可是如果像年纪大的人 刚刚前面有讲说不适合 可是如果老人家 他们有慢性病 然后他想要泡就是微发汗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泡大概10分钟 看一下 老人家有没有就是身体不舒服 有没有冒冷汗什么之类的 包含正常的人 大家在泡的时候都要注意 如果你有轻微头晕 开始不是的话 请离开 把热水拿走 对 那还有大家都要注意到这个温度 我们温度大约控制在40度 可以用手背手心下去测试一下 这个温度是不是适合 那刚开始脚要下去泡的时候 也可以先轻轻的放进去 感受一下温度是不是过烫 如果过烫的话千万不要勉强 那在有逐步伤口的人 要特别注意不适合泡 还有在女性月经来的时候 这个邀请问医生 因为毕竟我们里面有一些 活血化育的那个红花 所以可能会影响就是女生 月经来的时候一个情况 那还有接着 在泡完之后啊 起来的时候 记得要准备一个干布 然后把我们的湿湿的那个脚 竹语把它弄干 那不会遭受风海 是不是要马上穿吗 我们基本上泡完 就是擦干之后 当然就是做一个穿袜纸 让竹部比较保暖 不会再受风海入侵 就可以达到我们竹语的一个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